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份炒粒子 爬来 公子 给 公子 您来这么早 我们还没 在下有急事 烦请行个方便 炒 炒 您里边去 公子 心情好 给点吃的吧 公子 心情好 给点吃的吧 谢谢 别动 别动 什么事啊 这什么事啊 就是 别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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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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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夫人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儿子呢 不会是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吧 没有 夫人不要担心 下人来报 一切平安 操不安的心 是啊 我这儿还有一件让夫人操心的事呢 冷月今天就能回长安了 能看得出来的 景义对冷月有心思 你可要看好咱儿子 咱们景义从小就喜欢黏着冷月 连公主都说愿意让冷月嫁到咱们家来 可你非让我去撮合冷月跟安郡王 到底为什么呀 夫人你就别问了 你说说 安郡王总不肯娶妻 是不是也喜欢冷月啊 这我哪知道啊 我就知道啊 我就喜欢 夫人这样的 平安 你看看 这 这一个月你在博古寨买了多少好东西啊 有一样是买给我的吗 夫人息怒 夫人息怒 楚姑娘 景大人 问你个事 安郡王有跟你说过 武座考试结果的事吗 还没有 你已经知道了 我入选了吗 你记住 哪怕考试结果出来你没有入选 只要王爷一日没有亲口赶你走 这场考试就一日没有结束 你仍有机会入选 考试还没有结束 你在此处的 每时每刻 一言一行都在考试当中 所以你要竭尽全力地去讨她喜欢 且不能唠了刻意 这 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已经做得挺好了 但就是没有做到 有地方时 你得学会投其所好呀 但又不能像送礼一样 直愣愣地送上门 他这个人哪 有言不见 但唯独 经不起谜题的诱惑 你要给他线索引着他自己来发现 一旦他发现你身上有他所喜欢的 他一定会把你留在身边 他所喜欢的 王爷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薛先生那边 我已经替你致歉了 你让先生替你受过 都是你的不是 你虽然在朝中已经独当一面 可你毕竟阅历还浅 今后有什么事 还应该多听先生的 是 锦鱼记住了 昨日 锦夫人来我这里了 说冷月要回来了 你知道吗 卑职参见公主 起来说话 是 王爷 景超卿派人来报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 他稍作梳洗就回三法司等您 好 公务繁忙 改日再来探望母亲 去吧 王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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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带这乞丐去吃些东西 有什么话 等他吃饱了再问 听到没 落在王爷手里 算你命好 跟我吃饭去吧 嗯 是 起来 你们 你们把我干什么 是他抢我的东西啊 我们王爷啊 这规矩多得很 这整个院子 哪个屋子里都不让吃饭 你就在这儿凑合凑合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 你们吃饭还需要筷子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这种人 有口饭吃就行 还讲究啥 看你的打扮 像是个读书人 是 这些是在下祖辈留下来的 刚从柜房把它取出来 谁知一出门 就遇上那个叫花子 我好心给他吃的 他却扑过来要抢我的东西 背下大学的事 正兴修身长 这 怎么 念书念到这个年纪 连四书都还没背完 在下 在下有日子不读书了 那如今靠什么生活 给人家当账房 在哪家商铺 一个胡人商队 胡人商队 他们前些日子 已经离开长安了 贩卖皮货 是 羊皮 鹿皮 虎皮 各市价几何 在长安 哪种皮货消得最好 这